来跟大家问为什么要谈一谈这件事 因为瓜地马拉的外长释出了一个讯息 你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咯 因为外长已经说 瓜地马拉在考虑跟中国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 可能要具体化为一个贸易利益办事处 就Office of Trade Interests 贸易利益办事处 他强调的是建立一个正式的贸易关系 为什么呢 当然有异于瓜地马拉 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太有潜力了 因此呢 瓜地马拉的产品要更多的去卖到中国市场 不过呢 瓜地马拉的总统之前不已经讲过了吗 不能忽视中国代表的影响力和力量 而且还说过终结贪腐很重要 那也是他当初竞选的重要政见 并且也要跟中国建立关系 这个建立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因为他1月14号他才就任 那当时大家就已经在看上任之后 难不成可能就要转向跟中国建交吗 请教一下介大使 我想就是说瓜地马拉斯上的话 他算是 也不能说自首可热 他现在他知道他在两岸的这个有关外交邦交的这样子的一个争夺战里面 他是有他的战略重要性 他是中美洲现在仅存的几个邦交国了 那所以我觉得他知道自己本身有喊价的这个条件 那这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一种喊价而已 对 那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的 如果基本上就是国家利益 那这个什么理想主义的外交理论那是理想的 那是不是实际的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里面就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 那我想就是说在台湾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中华民国邦交国一段再段情况之下 那么不但我们的外交预算没有减低反而增加 也就是说邦交国可以从我们这边拿到的这些利益 事实上相对是在增加的 那事实上蔡英文上任以后 他表面上是不在乎 可事实上他也知道 就是说他必须要维持邦交国 那么他要投出更多的资源 那他事实上整个就是说 我了解我们要维护邦交国 邦交所开出来的价码是越来越高 那蔡英文也是在能够承受条件上不断在增加 不断在增加 那现在巴黎玛拉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因素 因为美国事实上已经事实上在出手 那么协助 这就是蔡英文政府在维持邦交上 能够尽他一点力 可是并不是绝对的 美国会出钱吗 还是只是出力 美国不会出钱 美国是出一张嘴 就出力出嘴 美国曾经要我们出钱帮他一些 想要我们帮助的国家 帮他顾好他的后院 对帮他顾好后院 就是美国介绍的 对美国介绍来 美国出不了钱的时候 我们台湾可以出点钱 对我们没帮招照样给钱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今天这个瓜地玛拉 这个外长这个讲法的话 基本上的话他还是在一中的架构下谈的 他要搞双共成人是不太可能 中国大陆是不允许的 那现在就是中国大陆会不会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诱饵 就是说好啊你来设经济贸易办事处 那可是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会不会答应我 我觉得我不晓得 可能一半一半了 可是他基本上他要维持跟 跟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的话 那么他就不可能跟中国大陆建设正式的邦交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瓜地玛拉这个国家 事实上还没有到那个重要性 我想就是说唯一的他的重要性就是 在邦交上他没有正式把他的外交承认 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是对中华民国 那以他的国家规模来讲的话 那想要中国大陆想要把他这个挖过去的话 可能本田是比较重的 那现在我们的邦交 我们中华民国邦交有几个比较 可能花费不要那么大的 可能会是大陆比较先考量的吧 好当然大陆方面其实也会以自己的战略为 战略的还有他的这个优先的考量他的利益 比如说瓜地玛拉跟大陆方面要合作的话 有哪一些的合作的基础 我想大陆也会以自己的自身利益为主要的考量 不过呢其实我们刚刚在谈到那台湾方面呢 民进党政府呢 那现在呢你说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已经成本上面已经都越来越高了 那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邦交国是不是越来越难以巩固了 你看比方现在 外交部的吴钊燮马上去啊 不但去而且呢还要跟其他的友邦国 赶快来个视讯通话 都是什么人不能去但是视讯也行 很怕再断邦交吗 倒是这位新任的瓜地玛拉领导人 那么也已经强调会继续的跟台湾维护 这个关系可是现在如此 接下来呢 因为他已经想要跟中国大陆升级合作关系了嘛 吴钊燮还邀请这个瓜地玛拉的总统 帅团出席520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那我就问李大佬 那这样子的话他要来咯 要来 可是如果来人不来 或者是来了以后的态度不一样了 说真的都会让大家觉得 哇那民进党会不会很尴尬呢 吴钊燮邀请他来是要说说了 不要他真的要来 他真的要来 中国大陆一定会先出手了 还有一个但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必须要了解他 就是说这个瓜地玛拉 他跟那个红朱拉斯 他们两个总统都在竞选的时候 就讲要跟中国大陆建交的 那他们在呼吁民众 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他们第一个就叫反贪腐 第二个顾民生拼经济 那这个拼经济 其实就感觉就是跟中国大陆合作 因为他周边几个国家 跟中国大陆建交以后 那个甜头是让他们每天看得流口水 那另外他们感觉没有说 台湾是给了很多利益 可是在他们民间已经传说 这个利益就是给了当政者 贪腐去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民众他是有这么一个压力 不过当然那个中国大陆 这个美国他是不出钱 但是他现在能不能出拳头 我不知道了 他还是能威胁到这几个国家 希望威胁这个国家 你不要太那个 要考虑一点台湾的一个情形 那至于说你要想说两边都 当然这些国家能够想两边 大于小于通知 对不对 他们当然希望 他要考虑的是利益 都有好处最好 但是你在两边通知上 你是什么样的情形 你给中国大陆感觉到 你是一中一台 或者两个中国 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这个反正 这个外交是一个艺术 是一个对外交往 你教设方法和艺术 那在这个中间 怎么考虑到一个周延 这个是台湾的外交单位 他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这些国家讲一些老实话 他也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他也想每一方都维持的一个关系 但是你今天在台湾 你假如很强烈要搞台独的意思 那中国大陆绝对不能那个 那为什么马英九的时代的时候 台湾外交不会出这问题 为什么你蔡卫一上来 你出现什么 就变成完全断交 这个是你自己的要考虑 你自己让人家不这样做一点 手法就让你得逞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他来参加赖清德的就职 这个对大陆是不会接受的 好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当要升级关系的时候 这个来不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不过现在来看看日本跟韩国呢 其实现在目前也在跟中国大陆方面 一方面好像又要顾及着美国 但是呢又希望跟中国大陆推进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上志 你看哦 现在到底 这个韩国啦 日本啦 是在急什么呢 很急着想要中日韩峰会 峰会 其实从去年年底一直喊一直喊 很希望能够赶快召开 但是拖到现在了 那么日本的共同社 引用了相关的人士的话 就透露说 这个举行还是会举行的 但很可能是在五月以后 那他们到底在急什么呢 我们就在关注 是因为日本岸田内阁 现在在日本的国内支持度 直落急转直下 好像看起来拉不起来 那么再来呢 就是现在目前韩国方面 哦 你看韩国驻华大使 他就谈到了台湾总统的选举结果 说南韩政府尊重 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 与台湾会继续的在多重领域 促进实质合作 他有讲到一个中国立场不变 但是你看外交部不意外 马上又感谢了 感谢了韩国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怎么不回应一下 人家韩国还是照样的尊重 一个中国的立场呢 所以你说日本跟韩国 现在的态度 尤其是对华态度 到底是什么 有关中日韩峰会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想他整个的结构 核心是在于中美 在拜习会去年底之后呢 确定在中美会朝向一个对话 比较和缓 严格来说比较和缓的气氛 那个调子一定之后 立刻日韩两位小弟 就赶快的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表达了部分 要中日韩峰会了 那当然其实中国跟日本的韩国部分的关系 就整个中美的大框架当中 是一旦如果有冲突的话 日韩当然靠美国的部分态度 甚至在对美国当中 如果对于台海问题 有一些比较比较严肃性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在先前尹席月在去年四月的时候 就讲了 他讲出说 他们韩国不支持台海当中 什么武力改变现况 其实作为一个韩国历来的部分的总统来说 那么直列列的在讲台海关系 而且表达韩国一个不支持之类的 仿佛就是给中国打耳光这件事情 在当时其实对于中韩的外交关系 乃具在看待对于台海的关系上来讲 当时是很惊吓的 是一个非常破格的事情 可是半年之后 刚刚讲到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中美习拜会之后 马上这部分调子一定了之后 马上韩国的态度就立刻180度大转变 我们先从刚刚来讲的部分 说这一次选举之后 选举之后 尹席月或韩国本身的内部的高层 对于亚洲的很多问题 并没有多评数台湾的选举 结果你看是谁 是南韩驻中国大使 人在中国的南韩大使 立刻讲出一个中国 其实他对于台湾状况讲得很憨糊 有些什么支持跟维持一些部分的关系 结果他讲的东西就是 其实重点就是一个中国 讲给北京听 当然我们自己很会扭曲 我们很会切割 就切割我们要的 就是说多次公开表达支持 台湾和平稳定的立场 大概就包括我刚刚讲 去年四月的时候 以十月讲的部分什么之类的 他还是就是把他拉得比较长 但是很清楚在这一次当中 就中港中日韩的部分的 这个有关于高峰会 是对于日本 对岸田很重要 对于尹熙岳 韩国也很重要 刚刚讲其实有关于韩国 在四月期就要进行大选了 这场大选其实对于 现在同样也是在 韩国境内当中 他的支持率也还是偏低的 尹熙岳来说 都知道他跟美国关系不错 可是先前跟中国的关系当中 动动荡荡的 严格来说是偏不好的 因此如果能够在中日韩关系上当中 达到某种稳定的程度 或者是甚至中国跟日本韩国 还有个更重要的东西 是来自于地缘政治里头的经贸 就中国跟日本 中国跟韩国的经贸 这一块还是非常主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这块当中是一个 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对话 它是包括政治经贸跟产业 很多的关税都牵涉在这里头 所以因此他们现在很着急希望能够推进 本来是应该讲说在去年年底能不能召开 结果发现一拖又继续往下拖下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头是这样子 他们中日韩的关系 我们每次都自作多情 都要把台湾放进去 可是都知道日韩需要中国的重大的关键是北韩 是北朝鲜的不稳定 跟这些无核子武器 跟这些飞弹发射的 对于韩国本身跟日本 与日俱增在单单2024年的 发射了好几次的这样子的压力 对于韩国跟日本都必须要透过中国大陆 对于北韩有所节制 这个我们总之认为人家在意都是台海两边的关系 可是人家真正的在是北韩的关系 好但你看其实现在他们都在说 这个外交部强调这个谈话 南韩官员谈话反映的是区域内的国际共识 还说共同喝止威权主义扩张的决心 人家韩国的官员有讲这么多吗 那其实你看外交部台湾方面的官员 就立刻要去把它延伸出来 好那但就算是其他的国家的代表们 他们齐聚一堂在那里开会的时候 发了联合声明 那有特别谈到台海的问题吗 甚至没有 我们看到欧盟2号的时候 跟东盟有部长级的论坛会议 会后的声明14页37段 那其中呢 有五段谈的都是南海议题 非常关注这个议题 也谈到了俄乌 也谈到了中东的局势 但是呢 当然也有朝鲜半岛的局势 但是声明之字未提台海局势 欧盟与印太国家的部长级论坛 也是一样的 都没有提到台海局势 为什么 难道他们不知道要谈谈台海局势 这是现在美国所主张的一个显学吗 但是就是没有 杰大使 对我想就是说 其实这些在国际的现实来讲 很多单一国家 或者区域的国际组织 如果对台海局势主动发言的话 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事情 对因为中国大陆 基本上认为台海的问题 是中国的内部的事务 不容外国政府干涉或者制堕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国际间 如果外交圈子 很多国家都很清楚的 对 他这样做的话 如果没有利益的话 他为盟其利先受其害 那东盟游戏是非常清楚的 对 那比如说这一次这个 这一次这个 这个赖清德在选举中 后来这个获胜嘛 那菲律宾是唯一 东盟所有国家 率先出来 恭喜他 恭喜了 而且是小马克思 在他自己的推特 第二天他的外交部就出来 就出来怎么样 就更正马克思的发言 那马克思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接受自己的电视新闻记者访问 记者访问 主动安排了一个记者 他里面说 他说不但这个 这个奉行 这个一中政策 反对不支持台独 然后他会继续奉行下去 所以又把自己的话都吞下去了 而且想要说恭喜人家是基本礼貌 对 所以他等于说自己讲的话 自己又来否定 然后自己在圆那些话 所以到头还是回到原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国际社会上很多知道 跟中国大陆要交往 这是一块很禁忌的区 你逃不了好 反而要付出代价 踩到红线 踩到红线 当然这个时候背后很多国家 像美国是希望很多 这些他的这些小帝国家 都跟美国一样的调子 唱一样的调子 那事实上最近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日本韩国 事实上是走出他们过去 在台海问题上 自我设的那条线 那可是韩国事实上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他就冒了很大的风险 最近韩国是因为他们觉得 受到中国大陆的冷落 尤其他这个新外长上任以后 事实上见不到 中国大陆只有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发表单方面的 就是祝贺你这个外长当选了 我祝贺 可是这个外长说 我跟美国跟日本跟欧盟的 这些外长我都通了电话 可是就跟王毅头目上电话 所以这个外长 新的外长郑债浩 他是接受 韩国驻中国大陆的媒体 访问的时候 大概他们这个 韩国驻中国大陆的媒体 给他做一个球 让他讲 韩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什么 所以他开中民意就讲 在尊重一个中国的基础上 所以他等于重申 就是他这个外长任内 一个中国政策 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 他就是在向大陆表白 表白我的心意 希望你能够听懂 接我个电话吧 这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别人做了一个球 那后面呢 这多宗里约实质合作 其实实质关系 是所有各国跟台湾发展的 强调说 我没有官方的关系 我只有实质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 韩国的驻中记者 那么给新任外长做一个球 那么希望能尽快能够 让这个新的外长 可以跟王毅通上电话 我想就是这一个目的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 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也记得回答